去有問題的話,自己再把影片看一下 不過我剛剛看一下,好像有一段影片是不是有問題 他無法播放,我可能再檢查一下第三段 基本上都有提到 不過上個禮拜我好像其中報告的時間我好像記錯了 我記到是下個禮拜 那更正一下,應該是下下個禮拜 應該不是下禮拜 是下個禮拜這一週 這個成績的話佔百分之三十 所以特別注意 你們如果要拿到相對比較高的分數的話 那可能還是要把這個報告 把他用,稍微用一點心思 那你們就可以在這個什麼呢 開放資料裡面找找看 那至於要找什麼樣的資料 你可以按照那個類別,這邊很多 之前有蠻多同學做什麼 因為像台灣有那個少子化問題 所以想要知道說到底哪些縣市 他的出生率是怎麼樣 那當然同學 另外的話還有像升學啦 還有像補習班 哪些縣市補習班最多 還有像桃園 我們不知道這邊也不知道有沒有桃園市的那個教育局 不知道有沒有公佈 就是補習班的地址 也不知道在哪個位置 那到底哪邊補習班是最多的 OK 那最多的話相對就是說 可能比較注重升學的區域啦 他一定補習的那個方面應該是比較注重的 還有其他還有像什麼婚姻 像台灣的結婚跟離婚率到底多高 我不知道 但其實各省政府其實也有公佈啦 其他還有像投資理財 比如說像股票 OK 像什麼外匯等等的 休閒旅遊啦 那這個其實你們有興趣自己再找找看 那我剛剛舉的例子是 主要是針對那個住宅竊道 住宅竊道 這個比較簡單啦 然後這個資料下載下來之後呢 當然上個禮拜我們是 做這個圖啦 有沒有一個表格 有沒有那一個圖 所以呢 如果假設你找到資料之後 第一個你要先知道 我們關鍵字就是年 有沒有 歷年竊道折線圖 所以如果假設你希望是針對年這個欄位 那你要先確認一件事 有沒有年 如果沒有年 那你就剛剛就沒辦法做啦 你說老師哪有日期 日期跟年又不一樣 日期是有年有月有日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分開 你不能說混在一起 要把它做出去 不行 OK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然後 那還有隱藏 有沒有 隱藏你不要的那個 這個本來它有102 103 那這個有點是 我是覺得它應該誤值啦 因為 它的說明裡面說 只有104開始 可是它卻 給了102 而且資料好像又不全 所以呢 如果我們假設 不想要把它刪掉的前提 當然啦 理論上 如果假設你不用這個隱藏的功能 其實另外一個方法 甚至你可以把這個103的 把它刪掉就OK 因為其實這個不應該出現的 然後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這個 我記得好像它底下也有說明 它其實資料本身好像也有一個說明 是不是從104還是怎麼樣 好像之前有看到 它從這邊 104到110 這個年也不對啊 所以它基本上 它沒有在做修正 好 那不管 反正如果說呢 如果假設有些資料不要顯示 就是用這個篩 這個有沒有 這個叫做篩選的部分 有沒有 有點像一個漏斗 然後 把不要的部分把它取消掉 那再來就是區啦 區的話如果要畫第二個圖 就是上禮拜做出來的 就是那個 這個圖 一樣 需要一個表 一個圖 OK 那這個做法的話 基本上第一個 先產生一個區嘛 這個區本來沒有的 因為我要統計到底哪一區 它的切到案件最多 可是區 各區嘛 沒有區那怎麼辦 你把它變出來嘛 變出來很簡單 因為剛好它的規則 比較就是固定 剛好是台北市後面的三個字 那台北市剛好第三個字 那第四個字開始 取三個字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想到一個函數 叫做MID 有沒有 這個MID MID函數的話呢 就是給它三個資料 第一個資料就是它的地址 這個地址 直接放在這邊 文字 第二個的話就從哪個字開始 從第四個 一定是第四個字 然後取幾個字 取三個字 一二三嘛 OK 所以你取得一定是中正區 然後把中正區放到這邊來 OK 所以呢 函數部分的話 可能還是要自己找一下 就是哪一個函數 可以做出什麼效果 那因為你們目前會的函數也不算太多了 所以有的時候假設你不知道用哪個函數的話 我倒建議你可以的嗎 有空的時候自己稍微看一下 就是底下其實也有一個說明 最好可能我時間稍微晃一下吧 你就是看一下 每一個函數每個函數能幹嘛 像這個是串接嘛 有沒有 concade 如果你不用and的符號 其實可以用concade的串字 等等 當然量力而為 你就是盡量在你的能力範圍之內 找到一個你可以做的題目 那之前同學的心得 花了很多時間好像在找哪個題目 有的時候找到題目很OK 但是問題 怕說你們的能力沒辦法做 你可能就要取捨一下 好啦 量力而為就OK了 最後有這個區 那我們一樣 上個禮拜是先插入書紐分析表 把這個資料取得之後 再把區拖拉到列 得到的是不重複的區 再把區拖到尺 再得到它的一個數量 那最後如果我要按照這個順序排列 因為你會發現到底哪個多哪個少 那當然你不可能從頭看到尾 哪個多 這個最多OK 那可是問題啦 最好的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直接排序就好了 所以排序在資料裡面這邊有一個Z到A 那如果假設你希望 這個資料可以按照什麼 由大到小排的話 你就優標先放這邊 然後選擇什麼 資料裡面的Z到A 它就幫你怎麼樣 把它從大排到小 那你說老師 那我要顛倒哪邊治安最好 那就A到Z 點A到Z也可以 有沒有這樣一看就知道了 所以這個其實可以做一個排序 不過特別注意喔 你油標請你記得一定放在是B4儲存格 然後這邊資料 再到Z到A 所以這邊這個step 反正你就記得這個規則 應該就可以很快的把你要的結果給做出來 而且我覺得這還蠻清楚的 其實我們要的就是這個資料了 但是誰去做對不對 哪怕你想要有個答案 但是問題是一直都沒有答案 你看新聞媒體 新聞媒體報導 它也不可能說幫你做這麼細的一個統計分析 它告訴你就是路邊訪問一下 你覺得那個台北市的治安好不好 對那可能你遇到的 假如是說他覺得可能常常在路上 遇到狀況的話 他就一定會覺得治安很差 治安很差 啊台北好亂啊 什麼之類的 那這樣相對是不客觀 那所以如果你要客觀反映一個現實的話 最好還是利用那個統計分析的工具 那一樣最後呢 再利用樞紐分析圖 有沒有 這邊有個樞紐分析圖 把它畫個圖 那畫圖部分的話呢 就是一樣 游標放在樞紐分析表裡面 上方就會有個樞紐分析 就會找到一個叫樞紐分析圖 利用這個樞紐分析圖 我們把它繪製出一個圓形圖 直接用預設這一個 那一樣呢 你可以把這個圖給放大 然後大概固定的大小吧 大概這麼大 然後名稱的話一樣改 叫做個區比例圖 這個叫 然後 這個一樣 點框框一下 然後把它的字 換個顏色 字把它放大一下 然後加個初級吧 最後呢 並且把那個 這個圖 上面還有標籤 因為你如果假設 看旁邊這個圖裡也OK 可是顏色有些太接近 看不太清楚 一般習慣是按右鍵 直接新增圖書文字標籤 有沒有 按右鍵 這邊有個新增 新增資料標籤 這邊 圖書文字 然後最後把這個圖裡關掉 圖裡關掉 圖裡關掉跟剛剛一樣 點加號的地方 這邊有一個圖裡 就把圖裡給關掉就OK了 那最後當然 如果你還要更凸顯說 到底哪一區的資安最差 那我上個禮拜有提到 就是你可以把這一塊餅 先點一下 點整個 再點中山區 再把它往外推 這樣他就會把這個 中山區的部分 特別強調 就是這邊資安相對比較差 OK 那當然如果你要恢復也是一樣 先點全部 再點這一塊 把它往內拉 這樣就OK了 所以有點像 一選全部 二選個別 三往外拉就OK了 好 那這個個區比例圖完成之後的話 今天可能要再延伸 最難的 最難的那個剛剛提到 這個也把它改成叫個區比例圖 然後 再來就是要增加一個欄位 這個欄位的話 欄位名稱也許叫 路 街 道 因為 在那個名稱上面 可能的狀況有三種 一個是什麼什麼路 什麼什麼街 還有什麼什麼道 我在想 看一下 這樣 那我們用Ctrl F 尋找一下有沒有什麼道 應該有四名大道 尋找一下 有沒有 四名大道 有沒有 應該沒有 第四個了 可能就路跟街跟道 應該沒有了 再下一個 還有有沒有 四名大道 這叫什麼道 大道 大道 路大道 這個可能就會出一點狀況 好啦 反正就是說呢 我們找到之後的話 知道有這個規則 叫路街道 所以我這個欄位名稱叫路街道 好 那怎麼樣把這個資料取得 放在這邊 當然你要想個規則 不是說叫你點兩下 Ctrl C 對 然後在這邊Ctrl V 然後在下一個是什麼 萬寧街 點兩下 然後Ctrl C C Ctrl V OK 可是你可能做了幾個之後 你發現 這個應該要做很久 為什麼 因為Ctrl向下 一看 哇 三千多筆耶 這個如果要把 從頭到尾全部做完的話 那做到什麼時候 我看你做到下課 不是下課 到晚上應該也做不完 三千多筆耶 有沒有 你要怎麼樣 點兩下 有沒有 然後Ctrl C Ctrl V 切上 然後下一個 新生北路 然後Ctrl C Ctrl V 不過跟各位講 真的 現在有很多人工作內容 就是在做這些事 因為他不會 用函數公式 或者不會寫程式 所以他勢必呢 就是一直在重複 同樣的動作 你不要覺得 不可能 真的 我發現企業還是很多人 尤其是 可能年紀比較長一點的 只有他在 學習階段 他並沒有學過 所以他不太會用這個工具 但是即便你很會的 你也不見得想得出來 所以呢 再來 我們只要可以把 那個規則想出來 那這件事情就完成了 可是 這個難度就很高了 比起之前的這個Mid 跟這個Lapt 大概難度增加十倍吧 OK 所以今天的難度 真的還蠻高的 但是如果你把這麼難的東西也學會了 那表示 那你應該就不太一樣了 對不對 而且你也回不去了 如果你會用這個方法 說真的 誰還會傻傻的 每天在那邊Ctrl C Ctrl V 你不要覺得這個很簡單 這個如果你會 真的以後 你去打工 你去上班的時候 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那如果你會 大概花個時間想五分鐘解決 可是如果你不會 那就很麻煩了 一整天可能也做不完 而且更麻煩的是這個資料 如果又更新了 對不對 那怎麼辦 明天再來一次 你會明白很多人每天都很累 一直加班做不完 為什麼 因為他不會用對的方法 就會沒效率 很多 不是說這個這個 OK 所以請各位想想看 什麼方法 當然 先提示一下 因為這個蠻難的 你說 如果用Mid 可不可以 Mid當然這個可以 可是你如果用Mid 我們剛剛不是用Mid 因為它剛好似在中間 所以我們可以用文字裡面有個Mid函數 可是問題Mid函數 你第一個文字給第十字沒錯 所以最難的應該是哪裡呢 哪個字開始 那你總不可能說 我用123456 這個應該是第六 第七個字開始 那取幾個字 取三個字 下門接沒錯 這個應該OK 可是問題 你把它向下填滿一個 就一定錯 明白為什麼 下一個它不是在同樣的位置 所以呢 我們應該可以 得到的第一個結論就是說 這個Mid函數是需要的 只是說我們可能要知道這個跟這個的位置 如果知道這個跟這個的位置的話 那這一題呢 就可以解決 那可是要怎麼知道它 這個下門接的下 剛好是在第七個字 有沒有什麼線索可以知道 那你會發現 它好像都剛好在哪裡 剛好在區這個字的下一個字 所以我只要知道區的位置 把它加1 那我就知道它 這個下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下一個函數的話 你可以在 我在旁邊練習好了 插入第二個函數 叫做fine 再來的話 這個fine函數就很好用了 fine的話 fine什麼呢 按確定 它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你要fine什麼 fine區 那區的話呢 fine區就是在哪邊找 在這邊找 這個地址幫我找找看有沒有區這個字 有 找到了 在第六個字 所以呢 我只要怎麼樣 把這個6加1 加了1之後 那其實就是第七個字 我把這個訊息 放在這個位置的話 那我不就可以知道區的下一個字 就是下門接三個字嗎 OK 可是 問題又來了 它的前面這個字 有可能是區 有沒有 那也有可能是裡 所以啊 這個資料真的是 你有沒有統一一下 你就全部都區 然後就入 就OK 就好解決 但是它就不是 它可能有三種情況 一種是 它的前面有可能是區 也有可能第二種情況是裡 第二種情況第三種是裡 所以剛好也是三種狀況 有沒有發現 靈 裡 區 而且有的 有靈 有靈好像比較少 有的有裡 有的有 一定有區啦 區每個都會有啦 只是說 靈跟裡 這兩個不見得都有 那就麻煩了 所以如果有靈 那就先找靈 其次再去找裡 最後再去找區 那變成三種條件 那要邏輯判斷 所以這一題最難的應該是邏輯判斷 那請各位先思考一下 想想看有沒有什麼方法最簡單 不然如果想不出來 那以後你的工作假設就是要把 入階道統計出來 這件事情完成的話 如果你去上班 老闆說你幫我統計一下 到底我們那個 這個 會員 好了 比如說我們那個會員住哪裡的最多 住哪一個路 哪一條路上的人最多 OK 那怎麼辦 如果人工的方式 突發練剛慢慢做 那可能 第一個 做起來也會覺得很無聊 沒成就感 所以如果你假設會用函數解決 你這樣相對第一個速度快 第二個你工作起來愉快 因為兩下就好了 OK 好 試一下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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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